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任谁也想不到大禹国的太子府中竟有如此破败的一个别院。 而我,身为太子妃,竟已在这里生活了三月有余。 婢女端着盘子跑了过来,娘娘,今日送的饭菜里有肉,许是太过兴奋,婢女摔了一跤,菜洒了。 不知从哪飞来的鸟俯冲而下,一口叼走了肉。 她吃了口,又嫌弃地丢回了地上。 又是馊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娘娘,我拿起筷子干吃起白饭,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毕竟是有罪之身,活下去最重要,活下去才有希望离开。 婢女抽气一声,可娘娘,你分明没有下毒害婴婉儿,真相只对在意你的人重要。 连殿下都不在意了,我的身边也毫无意义,话音刚落,别院外就响起脚步声。 来人正是我那夫君,太子常佑安。 他看了一眼洒在地上的饭时,满满,你可是怨本公,我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臣妾岂敢,本公娶婴婉儿,只是权宜之计。 本公答应过,你此生为你一人,就不会食言。 殿下说笑了,殿下乃太子,将来乃九五之尊,怎可只臣妾一人。 满满最是体谅我,他拉起我的手轻轻拍了拍。 本公今日只去喝杯酒,绝不留宿。 我轻笑,为何今日有肉? 原来今日是英婉儿的过门之日。 英婉儿是宰相之女,与太子青梅竹马。 整个大禹国都知道英婉儿从小就喜欢常佑安。 于是,宰相出面说了婚事,太子自然也就答应了。 还未过门,英婉儿就直接搬了进来。 相比于无权无视的我,府中下人自然而然站到了英婉儿那边。 殿下当真不留宿,我悄无声息地按了一下手腕,压制着蛊虫的躁动。 均无细言,她目光一如既往地温柔坚定。 长幼安走后,我疼得吐了口血。 她又撒谎了。 娘娘,婢女急忙把我扶起来。 我没事,我安排的你都记住了吧。 我摆了摆手,擦干了嘴角的血迹。 记住了,可娘娘,这秦谷到底有何用,何用? 当初我用秦谷救了长幼安一命。 本该是甜蜜的宣誓之言,如今看来更像是诅咒。 让天下有情人看清自己所托非人吧。 我自嘲一笑,笑我的幼稚,笑我自己将自己逼尽绝路。 幸好,我除了擅长练古,还擅长绝处逢生。 苗疆国的皇室擅长巫蛊之术, 而我正是苗疆国失踪的公主,苗芒儿。 秦谷乃失传秘术,却被七岁的我机缘巧合之下炼成了。 可那时,我不知何为情,只知道鼓炸一下会很好吃。 当我要把秦谷丢进油锅的时候, 下人一拥而上将我抱住。 快来人! 公主要炸秦谷了,皇兄应声而来,就下了秦谷。 他将秦谷放好,心有余悸地问我, 满满,为何要炸秦谷? 我答道,靠着吃也行,就是有点熏人, 皇兄当即没有站稳身子,往后踉跄一步。 后来我才知道,一人一生只能炼出一对秦谷, 而我炼出的,是世间仅存的最后一对。 徐师看我炼谷天赋异禀, 父皇便教我日日炼谷。 当我十五岁时,我就已经超过了父皇的炼谷水平。 我不炼了,我收拾好了包袱, 准备离开皇宫去弥补一下这些年被炼谷耽误的时光。 胡闹,父皇拍桌子怒斥我。 我拿出秦谷举到油锅上面, 父皇赶忙掐自己的人中。 放不放,怕气势不够, 我也学着父皇拍了桌子。 放放? 不是,不能放, 我第一次见父皇与无伦次的模样。 当天我便被关回自己的寝宫, 但我的去意已绝, 放了几个睡眠谷迷晕了侍卫后, 当夜逃了出来。 我终于从公主变成再逃公主了。 没跑出多远, 皇兄追了出来。 我正欲拿出秦谷威胁, 他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包裹。 我知道劝不住你, 这些你拿好, 里面全是金子, 应当是皇兄的私房钱。 在外面累了就回家, 皇兄一直等着你, 我一个人进了大禹国, 开了个医馆帮人看病。 只不过我用的不是医术, 用的是骨。 也因此, 我遇见了长佑庵。 那是一个血液, 长佑庵伤痕累累地来到了医馆。 姑娘, 烦请看看, 我还有没有的活, 我本来已经要睡下, 见状利索地穿好了衣服。 她的伤极其严重, 还有一味慢性毒隐藏在肺腑。 这种毒, 我也是第一次见。 常佑庵察觉出了我的意样, 姑娘为何如此兴奋? 我赶忙收敛了情绪, 故作高深, 你这慢性毒, 毒已入肺腑, 难致, 它似乎被我唬到了。 姑娘能看出我有慢性毒, 我一时语色。 所以说, 她这个毒之前都没人能看出来。 她当即朝我一拜, 若姑娘能解此毒, 我当笑犬马之劳, 见此模样, 我立刻装了起来, 倒也不用你当狗当马, 致病救人乃我的本分。 她平静地脸上出现了一抹错愕, 旋即笑了。 雪夜烛火, 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觉得大雨国的冬天没那么冷了。 如若姑娘不闲, 可来我府上当随诊大夫, 报酬绝不会少。 她温声说道, 我倒是不在乎钱, 只是她的毒引起了我的注意。 跟去瞧瞧也没什么损失, 十六岁的我是这般想的。 我日日为她治病, 她带我越发温柔, 情之一字难解, 但说透彻了无非是一见钟情, 或者日久生情。 我与常佑安说不清是哪一种, 只知当她说喜欢我, 要娶我为妻时, 我亦是欢喜的。 大婚那日, 她与我说, 一生一世一双人, 永不相复。 颠岛岛凤, 铜鞋与水之欢, 共效于妃之怨。 泪花了红妆, 血染了罗渣, 一乱便是一整夜。 我炼古时, 毁了她精心达理的花园。 她摸了摸我的头, 柔声安慰。 满满若是喜欢, 我再养些送给你, 后来她当真在府中, 又精心布置了一个花园送于我。 我随口夸了一句, 街上卖的山间椰果好吃。 她便自己偷偷上山去采了果子, 回来时一身脏污, 却笑着将一栏果子塞进了我的手里。 满满且尝尝, 甜与不甜, 下人们都说, 常佑安从未这般失忆过, 也从未这般开心过。 我当了太子妃没多久, 她就没让我再为她治病了。 她说她已大好, 我傻傻地信了。 直到她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时, 我才知道她做的这些, 都是在与我诀别。 满满, 虽然我是太子, 但所有人都知道我活不久。 我很庆幸在最后的这段时光遇见了你, 我颤抖着擦干泪水, 眼神决绝,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对她下了情谷。 情谷恋成极为一对, 一公一母相伴而生。 往后, 只要我还活着, 她便也能活着。 她若变了心, 我亦会死。 虽是情谷, 却也未必真的懂情, 判断一个人是否变心, 是为肌肤之亲。 常佑安说过, 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便将生命作为赌注, 送上了牌桌。 太子大病痊愈, 朝堂局势天翻地覆, 我本以为可以与她相伴一生。 谁知, 英婉儿来了。 英婉儿被封为太子妃的消息, 与她的人是一起到太子府的。 这本不合规矩, 但谁让她的父亲是当朝宰相呢? 都说太子哥哥娶了个市井女子, 今日瞧着, 确实低俗, 英婉儿洋装嫌弃地用帕子捂住嘴, 似是我身上有什么难闻的味道。 你还不知道吧, 是太子哥哥亲自向我父亲求取的我。 你这样的身份, 尾时尚步的台面, 你极度我比你长得好看。 我随口说了一句, 英婉儿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了毛。 你胡说, 你句句不离贬损我, 却从未攻击我的外貌, 想来你也挑不出我这张脸的错误。 英婉儿自诩大禹国第一美人, 恰恰今日碰见了我, 她慌了神。 我除了美貌, 一无是处, 也不算, 我还有一身炼骨之术。 英婉儿气冲冲地走了, 我却也高兴不起来。 长幼安躲了我一整天, 才来见了我。 满满, 我现在身体好了, 必然会陷入夺位风波, 娶了宰相的女儿, 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 我默不作声地转过身, 第一次没有附和她的话。 英婉儿时常来我的院子晃悠, 瞧上我屋中的物件便向我讨要, 我若不愿, 她便跑到长幼安那里哭诉。 最终长幼安只会说一句, 满满, 你比较懂事, 让给她就是了, 府中下人也惯会屈炎腹事, 英婉儿还没有进门, 下人就已经将她当正经主子看了。 冬日大雪, 英婉儿聚冷, 下人便将炭火都送到了她那里。 我的婢女前去讨要, 却得了下人一句, 太子妃身体耐寒, 就别来抢着炭火了, 一个冬日过去, 我的手满是洞窗。 下人对我越发肆无忌惮, 因为他们有恃无恐, 但凡是涉及英婉儿的事, 常幼安总会站在她那边。 那日她又来到我的院中, 直接拉起了我的手。 你说, 太子哥哥到底会站在我这边, 还是你这边, 在我没反应过来之际, 她拉着我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而后顺势倒在了地上。 苗蛮儿, 你在坐肾, 常幼安不知何时到的, 她将哭得梨花带雨的英婉儿 揽进怀里, 轻声细语地哄了哄。 婉儿初出入府, 你怎可这般为难她? 这是她第一次喊我的全名。 我上前又给了英婉儿一巴掌。 英婉儿不哭了,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殿下看清楚了, 这才是臣妾打的, 我揉了揉手腕, 深深地看了一眼 长幼安后离开了。 从那一日后, 长幼安再也没来看过我。 她送我的那处花园, 如今成了英婉儿的住所。 每日最新鲜的花, 不再送往我这儿。 我散步时, 总能遇见长幼安 与英婉儿并肩而行。 她对英婉儿的笑容 极尽温柔。 这温柔曾是属于我的, 可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模样了。 那日英婉儿突发恶极, 太医忙了大半夜 才将她救回。 她一口咬定, 使我给她下毒了。 我正欲辩解, 却看到了长幼安冰冷的眼神。 那一刻我闭上了嘴, 因为我知道 说什么也没用了。 毕竟她见识过我用骨, 无论救人还是害人, 都可以不留下伤口。 苗玛儿, 本宫对你太失望了。 你已经变得本宫认不出你了, 她冷言冷语, 一刀一刀 向我冷记的心扎去。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被赶出了主愿, 住到了破败的别愿, 出行受限, 甚至无法保证温饱。 那一夜 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阴影。 我正闭着眼假妹, 一只手摸到了我的被子里。 我惊叫一声, 却被捂住了嘴, 那竟然是府中的下人。 太子妃就别叫了, 殿下已经舍弃你了, 不如陪我们玩玩。 他们撕扯着我的衣服, 我拼命地反抗。 婢女听见我的声音急忙冲进来, 却被他们绑了起来侮辱。 我的心凉到了谷底, 抬手放了一只谷出去。 那几名下人当即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没了呼吸。 我颤抖着将绑着婢女的绳子解开, 她扑在我的怀里哭了许久。 娘娘, 我们走吧, 我带你逃出去, 我轻声安慰她, 将她的衣服拢好。 这事道, 女子生存是如此的艰难。 明日是长幼庵与英婉儿的大婚, 我也是时候离开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为长幼庵流眼泪,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长幼庵早晚要与英婉儿有肌肤至亲。 我的人生也将终止在那一天。 我将和黎叔放在床头, 躺在床上感受着情谷带给我的剧烈疼痛。 那疼痛从四肢蔓延到躯干, 源源不断地会向心头。 长幼庵一夜未回, 这剧痛也整整折磨了我一晚上。 那夜红沙罗杖, 以你漫漫, 最终成了心头骨血, 撕开了这虚假执情的遮羞布。 恨吗? 恨不起来, 此刻与家人共度凉宵的人, 也曾是为我一身泥泞 为我摘野果的夫君。 爱吗? 不可能了, 我又不见。 婢女已经哭成了泪人, 娘娘, 你是不是很疼? 还挺爽, 你要不要试试, 婢女愣了一下。 脑海中想起黄兄说的话, 在外面累了就回家, 黄兄一直等着你, 我这个在逃公主, 要回家了。 身体中的情骨停止了躁动, 天亮了。 情骨已解, 情人断肠, 阴阳两相隔。 常幼安本想着 喝过浇杯酒后就离开, 却见英婉儿 直接脱了一袭红妆, 露出了里面的轻薄纱衣。 太子哥哥, 当真要留下婉儿一个人吗? 英婉儿楚楚可怜, 眸中含泪。 婉儿, 无论如何, 我都只喜欢满满一人, 这是我们约定好的, 常幼安转过身准备离开, 却觉小腹欲火难耐。 恰恰此时, 英婉儿缠了上来, 太子哥哥, 你别忘了, 只有我才能让你 稳稳地坐在这个位置。 我瞧着满满姐姐脾气极好, 她定能理解你。 若是她妒忌, 太子哥哥大可以以七出之名将她休了去。 身为太子, 哥哥当真以后愿意只要她一人吗? 那岂不是太委屈了? 常幼安转身一把抱起英婉儿, 走到了床边。 她想, 这一切都只是权宜之计, 即使她真的要了英婉儿又如何? 她已经大病痊愈, 不是废太子了。 她将来是大禹国的九五之尊。 苗蛮儿从不曾与她有过嫌隙, 若真的生气了, 哄一哄变好了。 烛火熄灭。 新房中传来娇喘连连, 日上三竿, 这对新人才渐渐转醒。 殿下! 娘娘轰了, 常幼安猛然从暧昧的氛围中惊醒, 但很快就归于平静。 满满是生气了吧, 这种理由得亏她能想得出来。 你去告诉她, 本宫晚些再去看她, 下人颤抖着身子, 不敢接话。 常幼安终于感觉到了恐惧, 她没有站稳, 一下扑到了下人面前。 她死死地抓住太监的衣领, 你说的话可是真的, 下人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常幼安的世界, 塌了。 我这小院向来荒迹, 今日却是挤满了人。 太医进进出出, 摆弄着断了气的我, 婢女压抑着哭声在一旁垂泪。 不可能, 不可能。 满满身体向来很好, 怎么会突然没了? 常幼安趴在床边, 不断揉搓我已经凉透了的手。 满满, 我错了, 是我错了,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求你了, 你起来打我, 骂我, 别离开我, 她的泪落在了我的脸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哭。 你们这群庸医, 你们就不了她, 连她为什么死也查不出来吗? 院中跪了一地人, 没有人敢在此时说话。 殿下可还记得自己是如何病遇的, 我的婢女心如死灰地开口。 娘娘下了情谷, 只要娘娘不死, 殿下也将无事。 殿下若是变了心, 与其他女子有了肌腹之亲, 娘娘便会殒命, 常幼安跪倒在了地上, 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一样。 满满, 原是我害了你, 你为何不同我说? 你若肯说, 我怎会, 她伸手, 想浮上我的脸? 婢女又挡在了身前。 殿下, 娘娘已逝, 殿下乃千金之躯, 不宜沾染晦气。 况且, 昨夜是殿下亲口答应不留宿的, 片刻沉寂, 玄疾是崩溃的哭声。 常幼安向风魔了一般, 将屋内所有的东西都砸了个遍。 太子哥哥, 你冷静点, 英婉儿上前拉住了常幼安, 常幼安却一把将他推开了。 你给我滚, 直到看到了我床头的和离书, 常幼安才冷静了下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写点什么, 但总觉得, 面对告别最好的态度, 是好好告别。 记得早点将我下葬, 我不想变臭, 还有我那些蛊虫小宝贝, 一定要和我埋一起。 把我的婢女放走吧, 我很喜欢她。 最后这几句是在书上抄的,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愿君前程似锦, 愿你我永不再见。 看完, 常幼安猛然吐出了一口血。 殿下, 宰相来了, 门外的侍卫禀报了一声。 常幼安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转身走了出去。 全是与我, 他的选择向来明确。 幸好, 现在已经与我无关了。 我下葬那日的阵势极为庞大, 但常幼安没有来。 听说他在府中自杀, 被救了回来, 皇帝将他囚禁在了宫里。 听说他一夜之间白了头, 日日神情恍惚地处理政务。 百姓称赞他深情, 皇帝称赞他, 即便如此, 也能处理好政务。 一时之间, 我也分不清 他究竟是真的不能接受我的离开, 还是又在为他的权势欲望铺路。 但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 我知道, 他也没几年可活了。 情谷一解, 他的身体将会逐渐变得像当年一般雷弱。 我在棺材中睁开了眼, 将与我陪葬的蛊虫放出。 蛊虫扭了几下, 便啃食了棺材钻了出去。 紧接着, 砰的一声爆炸声, 棺材被炸开了。 我探出头, 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我终于要回家了。 等我走出皇陵之时,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皇兄, 你怎么亲自来了? 我传信回苗疆国, 让下人把我之前炼出来的续命骨带来。 我现在的身体并不如外面看着的那么好, 只是用傀儡骨掉了口气罢了。 皇兄冷着脸上前一步, 将披风披在了我的身上。 即使用了续命骨, 你也只有三年可活。 把自己照顾成这样, 是等着我揍你吗? 我扑进了皇兄的怀里, 用了小时候惯用的招式撒娇。 皇兄, 你又变好看了, 这招没用了, 苗怀紧, 别得寸进尺, 我就不该管你, 让你在这直呼我的名字, 没大没小, 你带吃的了吗? 好饿呀, 苗怀紧从怀中 拿出一包我最爱吃的糕点。 别用续命骨了, 以后你乖乖听话, 皇兄保你八十多, 还活蹦乱跳。 我愣了一下, 歪着头看着苗怀紧。 他轻轻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现在苗疆国的骨术 第一是我了, 还能让你只活三年不成, 我的眼中冒出了金光, 我知道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 寻欢作乐了。 苗疆国失踪的小公主回来了, 皇帝免了百姓一个月的粮食税。 百姓争相称赞公主, 争抢着要为公主献保。 作为主人公的, 我偷偷溜出过一次皇宫, 没走多远, 就被认了出来。 百姓追着我跑了半条街, 最终我躲到一个农户家的鸡圈里, 才脱了身。 回到皇宫时, 我的头上还插着一根鸡毛, 这时我才明白父皇的用意, 他这是怕我再跑了。 我只好自己在皇宫里找点乐子。 我在父皇的鞋底放了一只痒痒蛊, 使得他在上朝时哈哈大笑。 大臣们说话都大胆了几分, 君臣关系更加融洽。 我在仗势欺人的太监身上放了一只腹泻骨。 他正说话时, 噼里啪啦放了一阵连环屁。 最后捂着屁股一边跑一边放。 我在一旁捂着鼻子, 去茅房还要加速啊, 宫中关系更加融洽了。 我跑到皇兄的宫中, 想看他的妃子跳舞, 这次算盘却落了空。 皇兄年长我七岁, 竟然没有娶妻。 皇兄你都多大人了, 怎么能身边没有照顾的人, 我学着父皇的语气训斥他。 我不娶, 你不娶, 好个惊天大秘密。 我赶忙捂住了嘴四周看了看, 生怕我将皇兄的隐私泄露出去。 苗马儿, 你的耳朵是被鼓毒笼了吗? 他忍无可忍, 将包好的橘子一下塞进了我的嘴里。 我太无聊了, 太寂寞了, 我半躺在他的软垫上, 嚼着橘子叹了口气。 你想做什么, 不太过分的, 我尽量帮你。 他又往我的嘴里塞了个葡萄。 此话当真, 我蹭得一下坐起了身。 第二日, 皇宫门口张贴了一张 公主招面手的告示。 本以为人的脸皮都薄, 未曾想紧一个上午, 我的宫外就挤满了人。 你有什么才艺? 俺叫大牛。 村里人都说俺学牛叫最像了, 俺给你展示一下, 我连连摆手, 不了不了, 你这算什么才艺, 要这样说, 我还会狗叫, 汪汪汪。 原本一脸黑线的皇兄, 此时忍笑, 忍得一颤一颤。 我捏了捏眉心, 下一个, 下一个, 草民是教方司出身的, 会跳舞, 我看着面前这个白白净净的 鸡肉男点了点头。 嗯嗯, 你过来让我摸摸, 不是, 让我看看, 肌肉难擦的一声, 直接把衣服撕开了。 我瞪大双眼, 眼貌金光, 皇兄一把捂住了我的眼睛, 把这些人给我赶出去, 我颇为可惜地择了择舌。 满满满, 你怎地不知羞, 是他先脱衣服的, 我才看了一眼, 你就把人都赶走了, 才。 我还耽误了你的好事是吧? 他压抑着怒气来回踱步, 我注意到还有一个人没走。 你怎么不走, 那人正在画画, 文声没有抬头, 公主稍等, 这幅画马上就完成了, 很快他把画成了上来。 画上是我和皇兄, 皇兄捂着我的眼睛, 眉头轻皱, 像极了吃醋的男子, 去捂自己心爱的女子的眼睛。 我与皇兄一同观看, 一时觉得有些尴尬, 便想调节一下气氛, 哟, 好吧, 更尴尬了。 皇兄, 你好歹接我一句嘿嘿, 这样我很尴尬呀。 他出了声, 嘿嘿, 我干咳一声, 将画收了起来, 我们虽然是兄妹, 但长得一点也不像哈。 他顿了一下, 看我的目光有些复杂, 满满, 我们本就不是亲兄妹, 你忘了吗, 苗怀锦我的皇兄, 原本是叫夏怀锦的。 他的父亲是镇国大将军, 在他出生后没多久战死沙场, 保护了苗江国几十年的安定。 大将军一生都在打仗, 只留下了夏怀锦和夏怀锦的母亲。 夏怀锦的母亲优思成疾, 很快也去世了, 只剩下了夏怀锦, 父皇便将他带回了宫里, 收为义子, 冠以国姓。 我们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这句话一出, 饶是我在迟钝, 也能察觉到了。 我悄悄往旁边挪了一点。 你,认真的吗? 他突然摸了摸我的头。 起身, 你瞎想什么呢? 我开玩笑的, 我看着他离去, 不知为何, 总觉得他的背影有些落寞。 手中的画再次被我展开。 这样一看, 确实也挺配。 但我不知道的是, 那个画师还画了一幅我的单人画。 一年后, 我的画像被冠上天女下凡的名头, 倒卖进了各国。 常佑安看着桌上的画, 激动得热泪盈眶, 又愤怒地砸了几个花瓶。 他动用所有的势力, 将画师找了出来。 画师为了保命, 又将他当年出宫后, 重新画的我与皇兄的画交了出来。 常佑安看着画上般配的两人, 极度地发狂。 他像疯了一样, 去了皇帝的寝宫。 父皇, 你可还愿意将位置传给我? 宫里最近风言风语, 太子的身体又不好了, 皇帝打算传位给自己最小的儿子。 老皇帝看着常佑安手里的剑, 惊恐地点了点头。 在写传位诏书时, 冲向门外, 护驾。 来, 人, 老皇帝咽了气, 常佑安手上的剑, 躺着鲜血。 皇帝驾崩, 常佑安身为太子自然而然成了新皇。 新皇登基的第一剑是, 北征苗疆国。 苗疆国的探子跑死了七体马, 才以最快的速度将消息送达。 欺人太甚, 父皇在上朝时大发雷霆, 立即下旨招兵买马, 准备迎敌。 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了, 常佑安已经登基, 可苗疆国与大禹国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他为何突然要北征苗疆国? 这个疑问没有困扰我太久。 没几日, 常佑安的兵马已至两国边界。 他指明道姓, 请贵国公主前来与朕和谈, 三日内若见不到公主, 朕必血洗苗疆国, 父皇自是不愿让我前去, 立即写了传位诏书, 准备亲自上阵杀敌。 我拦在了他的面前, 寸步不让。 父皇, 你不要你的子民了。 你当了皇帝这么多年, 怎么这个时候犯糊涂, 父皇深深看了我一眼。 满满, 退位诏书我已经写好了, 我他娘的就是要看看, 谁敢欺负我女儿。 我的眼眶湿润了, 瞧瞧, 这才是真正的爱。 还不到你出手父皇, 女儿保准 给你带回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拍了拍父皇的肩膀。 奇怪, 之前明明很结实, 结实地能一手将我抱起来, 如今怎么有些勾楼了? 父皇, 我与满满一同前去, 我定将他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皇兄站在了我的身旁, 他的语调中 亦有着压抑的怒火。 我知道不是对我, 是对常佑安。 到了两国边界, 我坐在马背上, 一眼便瞧见了常佑安, 因为他一头白发, 反光晃到了我的眼。 他一时一眼看到了我, 我没有白发, 或许纯粹是因为美貌。 我们找了一个茶馆小柱坐了下来, 四目相对, 寂静了一片天地。 满满, 你可知我有多想你。 我在你的墓边, 种满了你喜欢的花, 还有府里的那个花园, 苗怀锦推门走了进来, 打断了常佑安的花, 你就是常佑安。 别扯别的了, 说说你北征这是吧。 常佑安猛地坐了起来, 看了眼苗怀锦后又看向我, 他是谁? 我看过你们的画像, 你们, 他是我的皇兄苗怀锦, 我冷眼看着常佑安, 当初我怎会喜欢这样一个人? 皇兄,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又补充了一句。 常佑安如释重负的笑意 僵在了脸上。 满满, 不可能的, 你一直是喜欢我的不是吗? 我可以给你解释所有的事情。 那天晚上, 英瓦儿给我下药了, 所以我才没把持住。 我知道你没给他下过毒, 但是他如此说, 宰相定然不会放过你, 我只能把你赶到别院保护你。 我一直都打算借着宰相的势力登上皇位, 然后再把后卫给你的。 我是爱你的, 我可以把我的所有都给你。 我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着心中的悲凉。 常佑安,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那我怎么就死了呢? 你以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 其实全都是为你的欲望找的借口。 你可知道别院有多危险, 你甚至没有派一个护卫给我, 那天晚上的记忆涌入我的脑海中, 即使再不愿回想, 也不能抹杀这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我看着他的脸, 竟看不到与之前有半分相似的模样。 那个一身泥泞为我摘野果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苗怀锦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头, 谋中尽是心疼与怒火。 满满, 你不懂没关系, 等我把你带回去你就懂了, 我现在是皇上了, 没有人可以再让你受委屈了。 你不是讨厌英娃儿吗? 我把他给你, 你想怎么? 够了, 我站起了身, 厉声喝倒。 当初你明知我是清白的, 却为了全世冤枉我。 如今, 你得到了全世, 又将英娃儿泣如碧玺。 你当女人是玩物, 是你的所属品。 你这样的人, 配说爱吗? 常佑安, 现在的你, 让我恶心, 常佑安的身体开始, 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不是这样的, 满满, 我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 带着你的冰滚回去, 他正在了原地, 旋即大笑起来, 颇为疯癫。 不可能的, 我会踏平苗疆国, 你会回来得满满, 我冷眼看着他。 所以, 从一开始你北征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我吧, 常佑安上前的步伐顿了一下。 或者说, 不只是为了我, 最主要的目的是, 巩固你的皇位吧。 可为什么要巩固皇位? 因为你的皇位来路不正, 你是傅氏君, 史书会将你做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常佑安, 你等着背负千古骂名吧, 常佑安历声喝道, 住口, 我的眼中尽是悲悯, 你或许爱过我, 但你更爱你的权势, 茶馆小柱沉寂了下来。 常佑安喘着粗气, 所有人都没预料到 他会从腰间拿出匕首刺向我。 满满, 你先去下面等我, 我很快就来陪你了, 刀尖刺入我心脏的瞬间, 我将常佑安身体里残留的 禽骨尸体引了出来。 满满, 公主, 我庆幸自己一早就对常佑安有了防备, 匕首次来时, 我偏了身子。 常佑安自己是活不了了, 他能再活一年, 是因为禽骨的尸体 或多或少还在起作用, 如今取出, 不出半个时辰他必会允命。 我捂着伤口, 苗怀锦在一旁吐了血,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手腕上熟悉的痕迹, 那是禽骨。 我伤他一伤, 只要他还活着, 我就不会死。 苗怀锦看向我, 他的眼神十分复杂。 常佑安的嘴角不断溢出鲜血, 他向大禹国的士兵下了最后一个命令, 退兵, 伤害公主者, 格杀勿论, 他笑着看向我, 满满, 死在你的手上我心甘情愿, 你弄错了, 常佑安。 如果没有我, 你早该死在了两年前, 不是我杀了你, 我只是收回了自己的东西罢了。 说完, 我扶着苗怀锦走了出去。 常佑安难难自语, 我当真错了吗? 两国的战争并没有真的打起来。 听说常佑安死在了回去的路上, 他因为是父夺位, 死后不得入皇陵。 宰相倒台, 英婉儿一家都以谋反的罪名被下了雨。 新继位的皇帝将常佑安的尸体丢到了乱葬岗。 最后是我帮他收的尸, 原本我是找不到他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尸体被扔进乱葬岗时, 已经过了一月了。 偏偏我就在一具腐烂的尸体上看到了一身熟悉的洗脱水的白色中医, 上面有我绣的花, 歪歪扭扭。 我又到了皇陵去, 常佑安说得没错, 他在我墓旁种满了花。 我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娘娘, 奴婢就知道你没死, 是我那一年未见的婢女。 你怎会在这? 娘娘在和离书中让殿下放了我。 我离开了府中后就一直在这了。 我突然想起来, 当时我让他把我私藏的黄金都拿走, 自己去生活。 那你为何回来这里? 娘娘待我好, 我怕娘娘孤单, 便又向殿下请旨日日在这里照顾花草。 我一愣, 瞧瞧, 常佑安对我的爱, 竟还比不上一个婢女让我感动。 回到苗江国时, 苗怀锦一直在城门口等着我。 满满, 你看着眉心眉肺, 实则最是心软。 是啊, 我若是不心软, 在知道你在我身上下情谷时, 就把你炸了吃了, 续命骨只能保你三年性命, 下了情谷, 只要我还活着, 你就不会死。 我没得选, 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可若是我与其他男子有了肌肤之亲, 你就没命了, 他洋装轻松地笑了笑。 当时我只想让你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这些我没有考虑, 但你当时要去摸那个教方司机肉男时, 我还是吓坏了。 生怕你把持不住, 你又提着是, 我何时要摸了? 明明是他先脱的衣服, 你当时眼睛特别亮, 我, 我被赌得哑口无言, 真是要了命了。 苗怀锦向父皇请旨用回了自己的姓, 并继承了镇国将军的军队。 自此, 一个叫夏怀锦的冷面将军诞生了。 后来他请旨要娶我, 我也答应了。 毕竟这次我是被下擒鼓的人, 日后他若惹我不快, 我大可去南济馆。 我也没想到, 成婚后还真有这么一天。 我站在南济馆门口, 抬脚就要往里进。 夏怀锦拉住我, 面色为难。 你给不给我扎鼓吃, 给给。 姑奶奶, 别进去, 求你了, 翻卖, 长幼庵。 我是长幼庵, 是一个废太子。 所有的大夫都断定我活不过二十岁, 因为我还在娘胎里, 就被下了毒。 我自知永远无法坐在那个位置, 便从东宫搬到了宫外住。 可即使如此, 他们仍不愿放过我。 那日我伤痕累累地 进了一个医馆, 遇见了满满。 他可爱, 帅真, 而且竟然能瞧出我的病。 我这一生从未想过娶妻, 可那一刻, 我动了这个念头。 他同意嫁给我的时候, 我幸福地几乎要晕过去。 我想, 用我剩下的寿命换这一刻 我也是愿意的, 可我的身体到底不中用了。 很快我就知道自己 没有几天可活。 我不再让他给我看病, 而是变了法地对他好。 我甚至写了放弃书, 希望等我死后, 他能带着我给他留下的嫁妆 再去寻个好人嫁了。 我不算好人, 若我是好人, 就不会再知道自己 没有几天寿命时娶他了。 那一天来临, 我感觉自己是已经救不过来的, 未成想居然痊愈了。 满满说, 他研制出了一种新药, 我们二人相拥而泣。 父皇开始带我和颜悦色, 下人也不再对我无礼, 所有人看我时的悲悯眼光 也消失了。 渐渐地, 我开始享受这种感觉, 我渴望得到更多, 更多。 宰相出面说婚事时, 我答应了, 我亲自去请了旨。 我想, 满满应当会生气的, 可这样更能保护好我们, 我还是做了。 我躲了一天才去见了满满, 但他却很平静, 甚至没有吃醋。 我才知道我的满满竟然这般大度, 但我还是有些不舒服, 他为何不吃醋? 享受到宰相带给我的助力, 我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甚至害怕失去。 我刻意与英婉儿亲近, 疏远满满, 我想让宰相放心, 也想听到满满质问我。 那时候, 我便可以对他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做准备。 那日英婉儿拉着满满的手 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看着满满平静的眼神, 越发想要打破。 我故意站在英婉儿这边, 满满确实生气了, 但他好像对我失望了。 从那日起他开始躲着我,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失去了, 便刻意与英婉儿散步, 让满满壮见, 他平静地离开了。 我甚至将送他的小花园 给英婉儿当住处, 我期待着他能来找我闹, 谁知他仍然一声不吭。 他对我越来越客气, 我却越来越慌。 我不想再这样了, 我要找满满道歉, 可那日英婉儿病了, 几乎没救过来, 我知道是他的自导自演。 但当着宰相的面, 我只能将满满赶到了别院, 否则宰相不会放过他的。 他无权无事, 除了我, 没有人会保护他。 后来, 他死了。 我知道我的一生也完了。 想起见满满的最后一面, 文静乖巧, 他原来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总是蹦蹦跳跳的, 甜甜地喊我, 又安, 是我让他变成了现在这样吗? 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 外表装着无事, 实则夜夜气血, 一夜之间白了头。 直到再次看到他的画像, 我想上天还是眷顾我的, 这是给我赎罪的机会。 我固步的伦理刚长, 也不想当这个皇帝了。 我是傅北征, 只愿给他送上大礼, 整个大禹国,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 我终于再次见到了他, 看到他身边的男人, 我极度地发疯, 却也庆幸他将满满照顾得这样好。 我的目的就是让满满杀了我。 大禹国失了皇帝, 必然元气大伤。 其实没有人知道, 父皇早就有了要北征大禹国的想法。 我要保护我的满满。 我拿刀刺向了他, 故意刺偏了些, 我还怕伤了他, 仅刺进了皮肉。 我如愿死在了满满手里, 死在了回城的路上。 满满, 来世不要再喜欢我了, 我真的很差劲。